Luby Tuesday這間餐廳 地方都幾大,分開幾個 部份的 我們今天就 離遠就找到這一張桌子 都幾闊落的這一張桌子 其實都可以坐六個人 這張桌子如果靠窗就更加好 但是今天靠窗沒有位置 各位,這裏就是餐廳周圍的環境 那個窗呢,看出去 都幾開揚的 環境 都不錯 很多人都想坐這個窗口位 這裏就是個巴 水吧位 飲食都在這裏 出來的 另外這一邊 有個大的銀幕 那麼就 各位,這裏就是Luby Tuesday 今天呢,星期日 未到聖誕,就有很大的聖誕 你們看,有很多人 一家人,帶了一些子女出來 吃午餐 都是一家一家人 今天都 餐廳都差不多 有很多 坐滿人 只有幾張桌子 這個餐廳都很窄 很窄 幾乎有 一萬呎都有 還要吃午餐廳 吃午餐廳,就有很多人 吃午餐廳,吃午餐廳 就是吃午餐廳 黑,午餐廳,吃午餐廳 因為周圍都一家大小來吃聖誕大餐 小朋友最喜歡吃薯條、薯餅 我們今天頭館就點了一個 周打魚湯 很漂亮 平時有套餐 現在沒有一個午餐 所以我們點了這個單餐 我們第三個餐廳就是 手絲豬的墨西哥薄餅 裡面就是薄餅 裡面就是豬肉 中東式的豬肉 有一點醬 還有一些辣辣的醬 給我們點了一些奶油 這個平時我都吃的 但平時有很多款 有些是包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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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首先要點了 所以今天就去開店 試一試 現在這個叫做封門迷柳 下面有薯餅 墊底 這個牛肉好像五成熟 我看到有些血水 它的樣子好像很軟 這個是新菜式來的 因為聖誕節的關係 可能應該是有節日氣氛 所以就吹了很多不少的新菜式 另外這邊呢 另外一邊呢 這個就是一個龍蝦 你看到一隻龍蝦 那這些就是長幼麵來的 意大利有麵 它就叫做封門迷柳 很多芝士 這個應該就味道很濃 那試一試 一會再看看味道如何 我們主要三份的 那大家分享 這個是芝士龍蝦麵 我吃一隻 半隻 這裏 各位我們這餐呢 總共呢 吃了 找數就840元 如果原價就 一千四百元的 各位我們呢 就坐這些扶手電梯 吃完東西 然後就下去九字樓 就在九字樓 打算吸飛 吸完飛呢 就在這個九字樓那裏 周圍走了一個圈 九字樓呢 好像很多那些 兒童那些裝飾的 周圍都是 一些童話故事啊 兒童那些 卡通人物啊 都在這一層樓裏面呢 布置得 都幾不錯 我每次來的那些布置呢 Mega Box 這裏的布置呢 都是有轉變的 那些人經營的手法都幾好的 有些改變 那我們吃完東西 那拿張單 去九字樓 那裏有個地方 那就可以呢 拿張八達通去 免費泊車 合共呢 有三個小時免費 都不錯 那今天我們去了 Mega Box Ruby Cheese 那裏吃東西啦 那每一餐 都是有個 市後品評的 餐後品評 那現在大略都講一講 我們押了三個餐 其中一個呢 就是那個叫做 豐門牛柳 那份量都不少的 而且都比較軟 下底有個薯仔墊底 所以應該是非常之非常之飽 但是人們沒有問我們 說要多少成熟 看到大概是五成熟 那之後呢 那個龍蝦意粉 給足一隻龍蝦來 當然不是奧龍了 一定是類似Boston龍蝦之類 那切開兩邊 那個龍蝦肉很硬 很硬 而那個意粉呢 是右面 意大利右面 也有很多芝士在那裏 就比較濃郁一點 反而那個龍蝦味 那個意粉 那個芝士味 就不太濃 就反而在意粉那裏 就滲透出來 再加上一些 Bacon 煙肉 吃下去呢 那個味道 有些鹹鹹的 也都很濃 那最後叫一個呢 就是那個 所謂叫手絲珠的 麥西哥薄餅 那手絲珠的麥西哥薄餅 裡面呢 將一些手絲的豬肉 就放在裡面 但是呢 吃起來很辣 它已經半碟 有些辣醬給你的 原來都不用加辣醬 已經非常之辣 而且我略嫌會鹹一點點 味道是很濃郁 如果那些朋友是吃得鹹的話 吃得濃味的人 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不是很吃得鹹 我覺得有一點鹹 不過整體來說都OK 那兩個周帶的魚湯呢 都非常之濃的 那些麵包在裡面呢 都很 多謝各位 收睇 請大家訂閱 和分享給朋友 多謝